今天这家餐厅是辉哥厨房, 这家好像是私房菜, 但并不是, 软奶塔斯加茶餐厅已经十二年了 看来它的平均有超过三千条平均, 但它的差评佔10% 在老城区有不少差评的情况下, 它可以坚持十二年, 还有四星, 这是什么状态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今天要试一试它的出品 其实从佛西过去餐厅, 要走有一段路程, 走到我半天了 今天特意不喝水, 不吃早餐, 就要试一下它的食物好不好吃 如果不好吃的话, 叉评重置之后, 当我们三票 就是反复用的油, 很好吃 就是反复用的油, 很好吃 可以吃东西了, 三位 可以吃东西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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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反复用的油 其实我的小头, 这里有鸡, 有鱼, 有鱼, 有肉 它是不曾推荐, 是推荐我们吃炒饭 还叫做无人能力的超排炒饭 对, 奶茶几倍 再做三文鱼炒饭 有没有肉 没有做过鸡扒 这些都是比较街坊的 只有鸡扒 牛扒也没有 牛扒也没有, 但是鸡扒更好 我这里就喜欢做炒饭 海王炒饭, 我自己做的 海王炒饭 有些朋友说 你们的态度不好的 是老板娘的 是我们的? 是的 我觉得我们两夫妻都不好 哈哈哈哈 忙起身就 不代表没有礼貌 已经放在这里了 正在做什么 小喇叭 哈哈哈哈 是什么 因为没有人 所以想说什么都要 全部都写出来 就是 只有你们三个人做事 其实很老说的 就是老说的 就是老说的 如果要改, 它依然都是这样 现在就会一样 这杯是十元 就这么多 这杯是十元 就是要喝两杯 就等一等一杯 我和加加的态度差不多了 如果我们喜欢喝港式奶茶 这个口味不适合 但你觉得港式奶茶18元一杯很贵 这一杯真的不适合 这个是慢慢冰的 它是热的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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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冰,让你慢慢冰 这一枝是大龙风 这一枝是10元 家宾不收钱 家宾不收钱 强调欠责他们 这个XO酱海王炒饭 这些虾片和KLK 最重要是饭 饭上来 北京会很香 XO酱 味道很香 很香可以蒸过很多人 先试一下 比较均衡 可以 不错 它主打的是油分 米会浓身 可能XO酱会更浓 它会更浓 它味道很好 在饭上 可以 真的好吃 外面很少入 吃完它 首先 吃完它香 而且 尤其是 一直由这个位置 到上面 这个位置 都有一股霉金的一种状态 它原本不是叫XO酱 它原本是属于马来西亚的辣椒酱 后期李錦忌 把它带进来 或者叫XO酱 才叫XO酱 在香港 我曾经听过 XO酱的来源 就是厨房人 将海鲜干货 吃剩的 这个是不正确的 最正确的 来源就是马来西亚的辣椒酱 三文鱼 三文鱼 有很多 我不知道平时是否有很多 我看到你 他说 这个三文鱼是很干身的 我很少说 大家觉得三文鱼干身的话 会很粗 不敢做的 但是它是这样做的 三文鱼的干身 我觉得 是一种猪油渣的存在 是香口的存在 它是没有什么油分 它是淋在表面的 那些 芝士 黄色的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醬 还有一个就是 那种漫娱的烧汁 我个人喜欢 我去吃这个 因为这个三文鱼 这种质感 这种厚味 外面真的很好吃 这个炒饭 都不便宜 他说炒饭 送饮品 哈哈 可以 这样 他们是叫一个热饭 两个炒饭 只有三个人做东西 老板娘呢 即是陪估送餐 收饭 今天 她肯理我们 说这么多东西 应该都要给我们面子 你们平时来 就不要想着去经济 他们都是追于礼貌 应付我们几个人 喂 还没到的 什么时候到我们 还没得到 我又没有听到 这些东西 真的不可能 吃叉拼 但是 吃不到 或者很久 坐下 等了整个多小时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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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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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 又不认你 可能人手不够 见到人多 就下次吧 见到人多 我就走 你干什么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 我试一下这个 我觉得它是软的 因为我们都耐了一点 外面都挺漂亮的 但可能我们放在这里 会淋一点 他也会推荐的 很留意 面漿有点 面漿也挺酥的 酥酥化的 面漿是比你吃不到 特别热气的一种状态 但相对来说会淡一点 我觉得淡一点 所以没所谓 我喜欢喝一点 说真的 我们刚刚之前也有轻轻说过 你说 你说大排档 茶餐厅 又不是清级的 那些餐厅 又没有加收入服务费 就是不需要 每次都叫做 星星以下 那些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呢 你们来拍摄 其实我也是很抗拒的 心里面 但是呢 我又觉得 可能会有效果 当然希望更加好 没有充过席 我承认没有充过席 其实我们是 想做 那些社区店 街坊 江衰 不会说 我搜到是 是谁谁推荐 我就过来 其实我认为 就是 自己 是否真的有 这么高的 期望给人呢 嗯 我觉得就 就打个问号先 这个是自我的一个 一个 一个总结 嗯 但是如果做江衰的时候 其实 你是 走过路过 或者你住这边 或者这边上班的 你总会觉得 我是很想来这边吃的 或者这边总有一间 是值得他过来坐 值得他过来吃的 是的 我认为我是想做些更多的 我也是一直保持 保持这个态度 那些东西 吃完了 因为品质 味道 那方面 我真的很难给 可能就是因为吃不到 或者是等太久 而说到这个服务方面 他们就只有几个人做事 很专心去做事 所以如果你说 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过来 服务未必一定有 而且可能等太久 就不会等了 心态摆平衡一点 但是我觉得 一间公司 在老城区 开了十四年 刚刚聊天 开了十四年 还有这么多人支持 证明 那三千个 评论里面 有两千多个 都是好评 哈哈 好,这里是品诚记 不同名料都关注 下次更新 大家就不会错过 再强调 十元的奶茶 好喝